欢迎回到台湾好所在 我们刚才聊了什么 我们刚才聊了生死岁 我们聊了国有土地 什么五百坪要不要标 我们聊了都更 做不下去了 我们聊防众失业 好不好 对 真的就是叹气啊 对不对叹气 那一般观众朋友很想说 那政府不是还是有做点事 也不要一直骂他 合一住宅还是有在做 说给你看 众签不乐透 福州合一宅 四分之一气购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多少 比例好高 四千多户 对不对 两万多户 然后抽到了四千多户 里头有将近二十几%是 没有办法 那我真的有去了解 我去了解他为什么 当然第一个有一个理由 蛮瞎的 就是很多首购的朋友 他说原来我是定15坪的 但是他的权状是23坪 所以我没有算公社 这有点瞎 这真的有点瞎 他认为公社多那八坪 总价少算 对 他15坪乘以19万5 他用23坪乘以19万5 哇不知道 这个真的要做点功课 多看我们台湾好所在 好不好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就听起来 有一点点郁闷了 就是说 第一个他要交三成自备款 买了七百 七百多万的房子 两百多万 三十万拿不出来 这个很闷 还有一个状况 你知道我那天听到 真的觉得很难过 他说我好不容易抽了 就抽到之后 银行要合贷款的时候 因为查出我以前有卡债 这种警惕状况 很多人就是有 我就是 我如果没有财务的问题 我就去旁边买了 我今天要来买 这合一支权 就是因为我相对 财务状况比较差 结果那是不是怎么办 我也买不了 我就一直在地狱轮回 这感觉听起来就很悲凉 对不对 孝文怎么办 说实在 就是可能第一个 当然我们只能说 也许是宣导不够周全 就变成没有把游戏规则 宣导得够清楚 变成有些人 他根本也不清楚 就像我自己读了半天 我也不晓得 你刚才讲的那些状况 我也才知道 还有这些条件 你看我们自己 从房地产 从业人员 也都不是非常清楚 更何况 那些一般的老百姓 是 我想另外可能 还有一个原因 我觉得气购的原因 我个人在观察 就是因为你也知道 它有限制年收入的条件 是 那我们也知道 现在你看 大家都在喊22K 25K 那你说一般这种 假设夫妻两个 都是基本的这种K级的 你把它换算一下 七八百万贷款七成 很动物 它一个月光本利摊还 就算是它有点低利 你看你说 一个月夫妻两个 加起来五六万块 你它 也没办法 连最低门槛都进不去 所以说 我一直反对是 我们政府挑简单的 合一住宅 反正就标的出去 那建商一配合 大家抽抽签 以后我就规定你 十年你都不能卖 现在大家了解 合一住宅跟以前的国民住宅 不大一样 国民住宅在 像中校东路 这些国民住宅 他们在贩售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房价 我们经济在成长 房价在起飞的时候 所以你买了 不但你便宜 而且房价又涨 所以是稳赚不赔的 对 那五年一下就过了 有有的人两三年就卖了 那签了一个租赁合约 他照常就卖了 他就马上变 变是国宅新贵了 那现在合一会不会 类新贵呢 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第一个 虽然有价差 但是现在是房价高涨的时候 你不晓得什么时候 他房价会有下跌 那你不知道 还有第二个就是 你十年才能够卖 那你十年才能够卖 所以你假如是要 指望去转售的 其实有些抽签 我想有一部分人 其实有蛮大部分的人 是想要说 我抽到了我就赚到钱 是是 乐透 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但是当他真正抽到了时候 第一个 我又没有钱 第二个 自备款够了以后 我能不能支付贷款 是 利息 能不能承担 第三个 我是不是真正想去 这边住十年 这是一马归一马的事 那合一新贵 是不是真正合适 你去住那个地方 我跟上班的距离 各方面 我的考量 我是不是把所有 没有钱的人 都把它集中在 领口或者某一个地方 福州 某一个地方的 可以把它集中起来 所以我一直在主张 就是还是要社会住宅 照顾那十二个 十二趴 十二趴 没有钱的人 暂时没有钱 就租嘛 你就租给他 对 租给他 你一定要照顾十二趴的人 不然你永远没有办法 解决这些人的名言 没错 没错 因为这个东西 说实在 大家之前在那边讲 乐透 其实好沉重 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之前就谈过 你说要十年才能转卖 我问你 乐透和 为什么威力采 一个礼拜开两次 你如果三次没有中 几个礼拜没有中 你大概就不买了 你偶尔听到 就是说 什么连续 什么贡八旗 对不对 现在有个五六亿 经过偶尔 想到爱去买一张 对不对 你也会想 反正不会中 不会中 十年开奖一次 你觉得怎么样 对不对 三天开奖一次 你都不太想买了 十年开奖一次 我们其实业界很清楚 当时就不是这么回事 但那些学者就说 你看政府在做乐透国 在乐透国 现在没乐透 没乐透 这些骂人的学者怎么样 他也不用负责 我觉得 学者当然有他们 从理论的基础去看 跟现实差很远 所得比那么高 怎么有可能 这个房价下不来 那偏偏他房价就下不来 因为所得比只是 房价 影响房价的因素之一而已 所以这个要弄得很清楚 否则的话 你要不要看房子 不要买房子 真的是害死人 到现在为止 我可以预测 现在振在那里的买房 等到他再过三个月 到年底 到明年初 他跑出来 你看房价会不会涨 那这是谁的错 不但涨 而且买的人还买贵 是 孝文我想问你一个 观众朋友现在看到 这个情况也是 哇 福州这个样子 那林口要出来 那我到底要不要等 我要不要再去抽一次林口 你的建议 当然如果说 真正有这种购物需求 那一般民间的市场上 没办法满足你购物需求的话 那当然这是一个好机会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真正就 那个政策面来看的话 看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政府还普遍是存在 就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来再看问题 没有一个比较长远的 一个真正的一个规划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看 像香港的 新加坡的经验 就非常好 其实甚至连对岸好了 对岸它 它也是你每年的薪资里面 它都会固定提拨 住房供基金 帮你再存 然后政府也会相对提拨 雇主也相对提拨 那有点类似新加坡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然后就盖一些保障房 对 那我们现在变成说 人民买不起房子 好赶快又把这个国宅政策 只是把丢给民间去做 但是真正做出来以后 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 这些买不起一般民间的 房子的这种的需求 它有没有去做过 一般的一些了解之后 然后真正供给它需求 类似这种那这种都不是短期的 能够看得出来 没错 刚刚向文讲得非常好 其实重点就是说 你到底的中目标 总目标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李部长讲过说 大台北要人口疏散 结果这两个全部盖在大台北 新北市 一个林口一个福州 还有啊 你说这些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中南部怎么不盖啊 中南部房价便宜 房价便宜就没有买不起的人 还有吧 对不对 你今天就算一瓶八万块 还是有人连八万块都买不起的人 你怎么不盖 你不能天龙国的思考嘛 所以这个政策 其实真的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要谈一个 这个小小的一个小结论什么 就说政府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看到的问题 就是最大问题 政府你的准头 对你目标是什么 今天你说 设计税交易要下滑 要下滑多少啊 好像这个里长 他有没有告诉你说 今天你常常去跟政府开会吧 这个交易量太热了 四十万三十万间 我要到二十五万间 目标是什么 量要萎缩吗 还是要到什么样程度呢 你量萎缩真的很不正常 现在就是说你该买的不买 然后还换房子的人 他也暂时也不换 也没办法换啊 变成没有办法 这个整个的市场没有办法活络 你想想看 真正我们记得两千年 我们没有不管什么政党 两千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躲过亚太风暴 对 亚太新疆风暴 但是银行是不是预放比超过百分之五的一堆 是是是是 所以银行很危险啊 银行要倒的话 那整个国家 我都出大事情 就出大事情了 那这怎么办 那你你说你还要再怎么 你只有去激励他 然后呢 两千亿四千亿八千亿 这样的一个 一个首购的这个贷款利息的补贴 反而呢 不但是增值税下降 反而呢 税收增加 是 反而增值税税 价降一半 还整个年度的税收还增加 那就代表说你的政策 你有时候要要要准头 刚刚讲的 准头要很准 不是说只有要压 这个这个 只有要提高税率 或者是这样有办法 那就就让 让政府的税收 就能够增加 搞活嘛 对不对 搞活才是重点 搞活你还怕收不到税 对不对 不是这个问题吧 好 再来讲 打建筑业 现在建筑业根本就是 十二不赦的行业 对不对 你想想 买地炒作 推案炒作 降价你快倒了 对不对 讲高不对 讲低不对 讲什么都不对 建筑业打死一个少一个 然后完了之后 怎么样 台北市买不到地 对不对 都根不行 都跑中南部去 对 哎呀 你又跑中南部去炒房 你看 怎么样嘛 校伟 对啊 这个就是各个建商 建商的那个痛 其实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 当然也是有部分的建商 他的那个获利是很高的 但是其实如果说 就一般上市规建商来讲的话 他也要维持 他每年的推案 他也要对得起 他的投资者 是 那我相信建商 也不会瞒天的乱喊价 如果明明三百万卖不掉 他硬要开三百万 是 这个有含无事 也不是他乐见 那我想市场的机制 就是这样子 有人愿意买 你愿意卖 那这个就是行情 就成了局了 对 成了局了 那市场的机制 自然走到有一个阶段的时候 消费者不买账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回过头来 我想最后一点 小小的时间 我要告诉你一个新闻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人知道 就是李市长 干嘛 就是最近政府做了一个什么 新版的乘务买卖的合约 是不是简单给我们提醒 你说什么 凶宅以后要告知 三不定要告知 凶宅要告知 这个是 老实讲是建仓也好 现在讲的城屋这个定型化企业 其实在讲建仓的新移屋 这以防众业来讲 他们是委脱销售的定型化企业 所以委脱销售定型化企业 也是有说凶宅要告知 但是告知你会在现况乌框收银书 你要自己就要填 物质要填 到底你持有期间 是不是有凶杀自杀 这等等就定义凶宅 但是持有期间现在不要 现在政府还要再规范 再严格一点 就是说那你除了持有期间以外 你在持有产权之前 你是不是你要确认 是不是曾发生 自杀他杀 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对不对 我不知道 那你就填 再下一个说 我不知道曾经发生 因为 没有一个男位也要让你填 我不知道曾经发生 或者是我知道 确实有发生丧烈事情 那其实现在 凶宅各位想一想看 当然房仲也要副调查责任 屋主也要诚实以对 但是最重要是 我们政府你查得到凶宅吗 之前我觉得你讲 警政署如果真的这么严重 警政署应该有态度 警政署的态度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因为 什么不能 这个应该不能够去公布 某些人隐私 你这家就是凶宅这样 但是你至少系统可以设计 你可以去去match 你可以去说我中山北路几段 那几号是不是凶宅 他就告诉你打差 不是没有记录 不是你至少就安心嘛 那这种事情不能做 那你现在比如说那个山坡地 现在要你要负责要调查 是不是顺向坡或者什么东西 那你这个政府是不是能够查得到 那地政各县市的机关 要让人家查得到 要配套了 是不是列管 对政府要配套了 新的制度要上路了 以后我们继续来关注 今天跟你谈了很多 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心情 但是我觉得真的 其实买房子还是这样子 还是你也不一定要管警器 你真的有需要 该买就买 该办就买 对不对 好 谢谢两位专家 谢谢 谢谢 台湾的经济真的有这么差吗 如果是 政府你是不是该真正 好好做点什么事啊 如果不是 政府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不要因为人云亦云 搞得人心惶惶 房地产市场真的有这么差吗 如果是 还不就是逢 那不就是逢低布局 最好的时候吗 那如果不是 你还能想象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该过的生活还是要过 政府好好做 快快做 期待你的 有感 经济 台湾好主带 我们下次见